过去胃镜检查 因为痛感明显 不少民众相当排斥 再加上胃癌跟大肠癌 初期多半没有明显症状 因此患者往往会耽误治疗先机 这次台大医院利用国家大肠癌 粪便前血检测的平台 额外再提供优门感菌的 粪便抗原检查 让民众能够一次粪便裁剪 就能够同时检测两项项目 这项发表是全球首创 除了可以提升筛检效率 节省医疗成本和人力 更有研究支持 比起单一筛检 能够更有效地揪出 隐藏的健康危机 可以降低胃癌发生率高达32% 大肠癌死亡率也因此下降了28% 其实这项计划 台大医院早在2012年 就跟彰化县卫生局合作 目前国建署也已经在 9个县市事办 未来目标将会扩大到全国实施